内政部长林又昌进来频频走访双北市 但先去传出了双北幕僚不满林又昌 他以沟通桥梁姿态 频频在媒体放话 质疑他作秀甚至是为了未来的大险在铺路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两个人都没有正面回应 而林又昌在下午拜会侯友宜 面对媒体的提问 他有没有可能布局新北市 他只有挥挥手没有多做回应 两人握手开心合照为推进新北城市建设发展 内政部长林又昌前来拜会新北市长侯友宜 未来卢州的都市规划还有社子轻轨 都是讨论内容 不过林又昌有没有这个打算 部长现在是有意布局新北市吗 部长会代表新国政国会选新北市吗 选新北有没有跟赖主席讨论过 有无意愿争取参选下届新北百里侯 林又昌挥挥手直接走进会议室 因为内政部长接连走访双北市和蒋万安 侯友宜谈地方建设 不过却引发在地幕僚不满 质疑走访地方是不是只是要为自己多声量 新北市有很多的建设 希望中央能够快速的解决 也希望部长来的时候把这些问题 是新北人最关心的能够一并解决这些问题 让双北幕僚不满的是部长幕僚会偷偷泄漏 不公开行程 而且林又昌蒋万安2月会谈时 平面报道林部长在会谈期间说了一番话 被李四川副市长称赞 真的是说到地方心里去 遭北市知情人士打脸没这回事 前林部长来跟我们面对面交换意见 未来我们正积极的直接面对就很多的问题来解决 内政部是站在一个大台北都会区域发展的这个高度 来跟两个市的市长来交换一些意见 新北地方人士透露林部长近期积极造访新北 更常到各大分局慰绕远景或参拜公庙 光是三月份加上拜会侯市长就来了新北三次 分别到板桥以及新庄 据传林又昌和侯市长在会中聚焦讨论 关于设置岛开发以及三重迎新未来城 不过对于2026县市长大选还有两年时间 部长似乎也在悄悄布局 解散了刘成为新北市采访不到